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贫困家庭,因为父亲常年喜欢赌博,因此也欠下了很多债务。 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,我母亲就不断地告诉我,一定要不吃馒头争口气。 于是在我上学期间,我就不断地勤奋努力。 终于老天不负有心人,在我高考的那一年,我考取了一所名牌大学。 因为在学校上表现得很出众,老师们都非常地重视我。 紧接着大学四年结束了,我被分配到了一个公司去上班。 在公司里我的业绩做得很好,后来被老板提升为了主管,这也让我的父母很是开心。 我们每个月的工资都在5000以上,从而减轻了家里的经济负担。 虽然我的事业做得很好,可是我个人的感情却被我疏忽了,这也让我的父母很是超新。 于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,我通过村里人的介绍,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婆,她名叫小芳。 当我第一眼见到她的时候,觉得她人不但长得漂亮,并且说话的声音也很好听。 同时她也是一个大学生,现在年纪也老大不小了,于是就这样我们两个人都对彼此产生了好感。 在我们相处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结婚了,婚后我们两个人的感情也非常的好,并且她对我的父母也非常的孝顺。 有的时候村里人还会夸我母亲,说他们一定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,采取到像我老婆这么好的儿媳妇,这也让我们一家人相处得很融洽。 在我们结婚的第二年里,我老婆就被简达出怀孕了,当家里人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都非常的开心。 毕竟我母亲他们年纪也大了,早都希望抱上孙子,然后在晚年的时候想亲服,现如今他们老两口终于如愿以藏了。 于是在我老婆怀孕期间,我的父母就从乡下来到城里安心地照顾着她。 我老婆每天在家负责安心养胎,听听一些关于孕妇的知识。 我每天下班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带着她出门散散心,这样可以缓解一下身体上的疲劳。 都说孕妇在怀孕期间多运动,对生孩子有帮助,所以我老婆在怀孕的时候也非常的配合我们。 渐渐的十个月过去了,她为我们家生下了一个男孩,这让我的父母开心得不得了。 时间过得很快,转眼间孩子都已经五岁了。 因为孩子非常的淘气,有一次在她上学的时候,因为和小朋友发生了增子,引发了大出血。 当时我们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都非常的担心。 在我们到达医院的时候,医生就告诉我们家属赶快去献血,因为医院的血库非常的紧张。 我当时一听就立马伸出胳膊,让医生抽我的血。 可这时医生却告诉我,我的血型和孩子不符合。 我心想怎么可能呢? 我和我老婆都是一样的血型,怎么会伸出一个其他血型呢? 顿时间也让我想起了,经常在村子里会有人说这个孩子不像我。 每次我老婆的反应也变得很紧张,可我一直都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。 事到如今我才觉得,一定是我老婆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。 于是我内心也起了怀疑之心。 在孩子安然无事的时候,出了院回到家,我就问我老婆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。 在我不断的逼问下,她对我说出了实情,原来在和我认识之前,她就怀了别的男人孩子,因为这个孩子也是一条小生命,她舍不得把他打掉。 正巧这个时候遇见了我,然后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和我在了一起。 原以为这个秘密会隐藏很久,却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。 我仔细想了一下,原来那天晚上传单上的血迹也是假的,她所做的一切全部都是假的,顿时间让我惊慌失措。 虽然我真的很想和她离婚,可是毕竟这个孩子和我待了整整有五年的样子了,我真的也离不开她。 事到如今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 面对这样的答案,看着如今和我生活在一起的孩子,我的心真的很痛,可是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我最心爱的女人背叛我。 我现在脑子一片空白,并且这件事情我也没有告诉我的父母,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。 毕竟子包不住火,周有一天我父母会知道这个事,到时候他们一定会让我和他离婚,可是我真的很爱他,我到底该这么做。